如果说你就是15到20万的这个预算 想买一台二手车 但是你的这个要求呢 又比较高啊 贪打球权型的这种买家 希望车子能新一点 空间大一点 造型好一点 动力强一点 最好能够日常的这个维修保养的 费用还比较低一些 如果能省油就更棒了 这种非分之想呢 其实也是有解决方案的啊 就是这个啊 通用系的产品 不仅仅是我身后的这台混动的 这个军月 其实也包括像如果预算高一点的话 像凯迪拉克也都是符合你的这种要求 像他的这个同平台的那个军威啊 甚至是像像雪佛兰的这麦瑞宝的这些车型 也都是符合你的这种要求的 当然如果你要挑刺的话 军威这个车子它纯油版的呢 油耗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像我自己平时开2.0T的那个车型 一般来说也都在10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摆光油耗 但是放到这一台1.8升自然吸气 混合动力的这个军月身上啊 其实油耗就可以腰斩 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车的这个混动系统啊 我是非常喜欢这套混动系统的 这台车不是插电的版本 但是它真的是加个插头 换一个更大的电池 就可以做成一下V-Lite 5这样的一个插电的一个混动的核心 而这台车上就是把电池缩小到了 大概是1.5度1.6度这样的一个容量 非常的小 就放在后备箱里跟一个旅行箱差不多大 然后又做出了现在的这个版本 而它的综合的这个油耗啊 跟我们V-Lite 5这种非常强悍的选手 在完全不充电的情况下的油耗是持平的 但是你看它这个快头都大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这套系统它的实力非常非常的了得 这台1.8升自然吸气的一个阿特金森循环的发动机 它的这个动力水平其实就是一个你懂得的水平 对吧 比我们的那个Prix强不了太多 但是它配合的这套混动系统的表现是非常的优秀啊 它的这个综合的扭矩 系统综合的扭矩 内燃机加上电动机 可以两台电动机啊 可以给到380牛米的峰值扭矩 峰值功率也是100多千瓦 这个其实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基本上达到了同级别2.0T非常高端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变速箱 对不起 这个是它的这个混动系统啊 尺寸非常非常的小 它可能在高度上会比我们的这种6AT或者9AT的变速箱呢 高那么一点点 但是在这个横向的这个长度上啊 在就是传动轴的纵向啊 在它这个横向的宽度上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是一个扁而高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也就是说我们的通用其实把它的这个尺寸控制的非常给力了 我查了一些资料 发现就是说它的这个电控系统 其实也都被集成在这个小盒子里面去了 也就是说啊 在丰田第四代THS上面大张旗鼓宣传的那个 说是集成化很高 然后缩短线数 降低大概两公斤左右的重量 其实在人家通用这里是一步到位啊 这个整个模块全部集成在里面去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电控模块 我们的这个电视管理系统和我们的电机之间 其实不需要任何的线数 它在里面已经全部都连接起来了 当然了有一点必须要说一下 就是这套混动系统呢 它的这个电机所有的扭矩加起来 和我们燃油的这个内燃机的所有的扭矩加起来 其实要大于现在的380厘米的这样的峰值的输入 这主要是它这个ECVT的这个原理导致到 它的这个原理比起丰田来讲呢 就多了一套离合器 多了一个相当于是多了一个档位吧 但是它虽然多了一个档位 但是并没有实现所谓的这种有级的变换啊 速比还是一个无级的变换 而这种两个离合器实现的这种双机构 双行星齿轮的更多的是实现多了一种模式 就是说它比起丰田系啊 多了一个纯油的这样的一个固定速比的这样的输出 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让发动机工资在一个最佳的工况 倒是有点像本田的那套系统了 这台车到电之后啊 基本上都没太开啊 原地怠速比较多一些 它现在的这个油耗呢是8.6不太给力 但是前车主啊 一万两千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长距离的 这个平均油耗呢是7.0升 我相信啊就是这台车如果让我来开的话 轻松应该能把它控制在6左右 甚至6以下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车内的这种设计啊 做工配置 这台车是我们的2018款的30H的精英版 不算是特别高配 像别克家基本上算是所谓标配的这个BOSE音响呀 座椅通风啊 这台车上都没有 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普通的这种不带logo的这种音响 喇叭数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它的这个内饰版啊 已经做成了这种白色的像石木质地一样的这种效果 感觉还是非常棒的 而且这个其他方面都是非常的不错 内饰的成色也很棒 这台车呢是我们在网上看到车铃最短的30H的车型 它是2019年上版 所以内饰的这种状态保持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磨损最大的呢 其实就是这个高亮的这个一些示板啊 这一块其实还好 主要是我们空墙面板这边 因为可能经常的会被手指甲碰到 所以滑痕会稍微多一点 其他地方真的就是拿抹布擦擦干净的话 就是跟新车差不多了 如果说您买一台二手车对橙色要求非常高的话 那么这台会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它可能比同年份同里程的车子高那么一万块钱左右 但是橙色真的要新很多很多 其实你要是真坐到后排 你就明白自己为什么非要买一个军越了 这个车的这个后排表现 其实比很多同价位的这样的 哪怕是二手的同价位的混动车型啊 都要高很多很多 这是一个商务型终极车的这样的一个后排表现 而且这个座椅的这种质地 它的柔软的程度 还有这种翻毛皮的这种质感 的的确确也要比很多所谓的混动的家用车 要高档不少 你看这个腿部空间啊 大概有25厘米左右 翘高二郎腿毫无压力 这个前排就是我刚才坐的这个位置啊 不算特别的靠前 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然后这里的地台呢 稍微有一点小冲启 但是并不妨碍 我们把脚伸过去 这个其实坐姿就可以非常的狗犒 更加的惬意一些 并会像一些后续车地台那么高 根本跨不过去啊 如果你坐到中间 其实你看啊 它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也是 不算是特别高的 而且很神奇就是说 它两侧的这个填充物啊 非常的有韧性 还是比较硬的 但是中间这个是特别软的一种填充物的这种质感 如果你坐在两边 手放在上面会非常的舒服 但是如果你坐在这里的话 其实人的屁股上的感觉 跟坐在两侧的座椅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后面啊 就直接大概是在这个的正下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池了 所以它是也不可能有座椅放倒这个功能给你的 然后这个说实话 就是座椅的这个角度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直啊 有点接近于直角 而且也不可能调节的 所以说这个后排的这个表现呢 我可以给个九分嘛 唯一的扣分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后排的座椅这个角度不可调节 或者说是角度过滤的接近于直角 那我们来看一下橙色方面啊 这个杯架似乎也是从来没有打开过 直动层也是非常的柔软 这边是硬塑料壳 也都没有什么划痕 这个我还是特别喜欢的 其实这台车身上啊 如果你说混动的话 咱必须得客观说 就是说它比威拉特5呢 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而且不能够上绿盘 不能够插电 然后比起其他的像丰田系的 或者说本田的那种混动的车型呢 油耗也要高那么一点点 但是就是如果说 你放到这么大的一个级别上来看的话 它其实跟像什么凯美瑞啊 或者是ES那种混动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它的这个橙色也好 还是它的这个动力输出也好 还是它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价格也好 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优势的 这个不保值的美系车 名不虚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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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